令草曾经是大甲小镇赖以为生的经济产业 随着工业的崛起而没落 希望找回过去的文化与生活记忆 大甲幸福礼祭去年首次赋予令草成功后 今年再度栽种 而面积也扩充为去年的四倍大 有将近一分多地的范围 预计可收成700台金 长这天地方上的阿公阿嬷总动员 除了种下令草苗 今年还准备了点心蛋 各家妈妈等拿手好菜用肩挑起 送到田耿边 重现早期的农村景致 当地居民仍守一把令草 熟练的将羊苗插进泥土中 幸福礼延续去年的成功经验 今年将令草富裕的面积 扩大为一分多地 将近是去年的四倍 除了当地的阿公阿伯 全都出动下田外 也有外地人与小朋友 特别前来体验 我听他们诗句 在跟阿公说我都欲来 因为八十几岁 头一拜不久找 阿伯传我是专门的 因为需求很大 大家都来跟我们社区里面 跟我们打听要买令草 但是我们自己都不够用 但是我们去年没有苗 我们按照去年的这些 剩下来的当苗 所以我们有办法把它扣充 从它种植一直到收割 到晒这个令草 一直到完成作品 这一系列的活动推动上 我们从幸福社区 一直到西齐社区 到日南社区等 大概七八个社区一直在推动 大甲过去是令草编织重镇 但随着时代变迁 当地已经无人种植 社区当时因为买不到令草 而兴起了自己富裕的念头 但因为令草属于草科 使用除草剂会影响种植 所以只能靠人工下田拔草 虽然辛苦 但看见过往文化开始延续 也让这群上的年纪的社区民众 全都相当感动 去年布了一小个区块 那个苗也是用买的 空瓶也不错 然后好像大家都 那个上了年纪的人 整个都活起来 都看到我们布定草都笑眯眯的 都主动会来帮忙 很有企图心要把他 就是把老祖先留下来的 不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断掉 继续延续下去 区长里长一起挑着扁蛋 把社区妈妈一早起来 准备的拿手好菜送到田边 为了找回早期农村样貌 居民们翻出家中的古董竹篮 准备了点心蛋 来犒赏辛苦居民 今年比较特别 有点心堂 对对对 那很久没看到了 早上差不多五点就起来了 煮个饭啦 滚鸡肉啦 炒两道菜这样啦 坐在田边享受着劳动后的佳肴 让人宛如看见几十年前 淳朴的农村景致 透过富裕计划的延续 社区希望逐渐成为大价 令草供应地 让传统记忆发扬光大 谢谢林玉轩 台庭测不到